獨知秀曲何人問 細末曲中無人問 孤然回首又無一 淨踏死極雙心裂 卻提起時新月光 了無情義少已忘 大家好,我是月夜 我們今天帶來思緒 然後上次是說玩到這個 好像是 剛才我唸的那三句詩裡面都可以點進去看 那我記得我不是有存檔嗎 我為了什麼點進去 什麼東西 邪惡 之所以不會稱為邪惡 是因為你不是得利者 並且 無法從其中 得到滿足 即安全感 所以 那就是邪惡 簡單來說 我覺得人類 不會不會那麼高尚和靈性 不會那麼高尚和靈性 最小 最小不是一直都能這樣 這樣 所以就算有人 明明明明在做著邪惡事情 但他卻得到利益 又能安心的話 你再去指責這是邪惡 那根本沒意義 有用的情況是 有用的情況是 那個人只得到利益 也同時感到不安 面對 面對這種情況 指責才有用 等一下這好吵 等一下我念完 我再調音 音量好了 對於邪惡的指責這種行為 指責邪惡這種行為 我也不以為然 因為 這就像同情一樣 因為事不關己 事不關己 所以說的話 也不需要重量 所以說說 也沒關係 還可以站到 道德的最高點 何樂而不為 好了好了好了 何樂而不為了 好了好了好了 這個吵死了 不想要 我的耳朵爛掉是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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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上次 喔有啊 存檔是存在這 就是這裡啊 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來 我說個假設 如果是 上世界上 只有十個人的話 那麼 最少 最少也會有一個人 是不幸的 這個世界 才沒有那麼善良 這麼善良 十個人都是幸福的 絕對不可能 幸福 在這世界上 是有額度的 貧窮也 應該說不幸也是啊 也是有額度的 所以這個相 這兩個的額度 到達一定平衡 對不對 對 當別人擁有幸福 那一定會有 不幸的人誕生 所以不幸的人該怎麼辦 幸福數量是有限制的 不幸的也是一樣啊 但 不幸卻沒有上限的額度 有吧 如果不幸的人 不甘 於生來 就這麼不幸 想要把不幸上播出去 就是 犯罪 那麼 那這個世界 所有人 都會陷入不幸當中 世界戰爭 再也沒有 幸福的存在 所以要如何讓 十人都幸福呢 不如就讓 十個人平均 一半幸福 一半不幸福 就好啦 就是最快的速 辦法 很簡單 只要世界上 有多十一個人 有十一個人就好 那沒有解決到問題啊 你這樣多了一個人以後 你這樣多了一個人以後 他其實 多出的那個人也是一樣不幸啊 你這樣只會增加 人數的比例而已 你到底沒有在思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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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要講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位 不 人的一生其實充滿了錯覺 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好受歡迎 那個是自我感覺良好吧 有時候你覺得 自己說的話非常重要 因為那是對自己而言來說很重要啊 對別人而言 重不重要那是在於其次啊 但 這一切只不過是個錯覺而已 你有沒有想過這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其實你根本沒在跟別人說話 呃 看情況吧 是怎麼樣的 狀況下產生的啊 你只是自己 在喊自己說話啊 嗯 自言自語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對吧 那只是 不一樣 當你 當你在聽我說話時 你會不會試著去讀出這一段啊 當然會啊 因為 人不是去看一個字一個字 人是去 看那一整句話 然後去充沛了解那句話 所以我們當然會去讀你這一句話啊 腦袋是 是不是覺得腦海中也有同樣的一個聲音啊 這是必然的啊 要不然 要不然我 我可以自己配音啊 我可以自己配音啊 也許 你也許會覺得 那 只不過是自己腦中幻想 也不錯啊 其實 有沒有可能 你一直以來 都只是在和他說話而已 欸不會啊 因為我腦袋有很多種配音方法 講 哎呀 啊啊啊啊 不要這樣 別人說了什麼 你根本不會明白吧 嗯 看情況吧 所以 你所知道的 不過 是他告訴你的 哎呀 知識就是這樣嗎 金融轉速 是金融 經過轉速的 經過扭曲的 扭曲是不一定啊 不過轉速是必然的啊 只要你還在思考一天 你永遠不知道事實的真相 哎呀 世界上有真實 你永遠不知道 不會知道真實 嗯 每個人對真學的定義不一樣 怎麼辦 你這樣講好籠統哦 大大 你是指世界的真實 還是自己的真實 這一切都是 都只是你的 錯覺 原來 原來 原來我 都是我的錯覺 哎呀 好可怕哦 哇 哎唷 沒人了 怎麼會這樣 所以 應該說只要是個物品 不管是空氣也好 什麼 都會 毀損 壞掉 甚至變級 好吧 是為了報仇嗎 嗯 不是耶 為了發洩 有可能 嫉妒 有可能 愛也 愛也 我想一下 好像有 我把我一個心愛的事物弄壞了 但我並不是因為報仇發洩嫉妒 厭惡才會這麼做的 那時候我心中只有愛而已 那你還在 苦惱什麼呢 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個 有那麼重要嗎 毀壞掉一個事物 根本不需要一個深刻的理由 嗯 看起來是毀掉什麼東西啊 像是什麼古蹟被毀掉 嗯 可能是因為他太老舊了 所以必須得拆掉 這類的啊 這邊啦 失守 毀壞的 不過只是個意外 哦意外 所以這心情毀壞那也是無意的 那就波及吧 因為你的心情波及到他 有計畫的毀壞 不過只是惡意了 嗯 只是想這麼做就可以了 欸這句話怪怪喔 人類就是如此方便的生物 好像也不能這麼講欸 為了 能夠說服他人 也為了說服自己 只要接受就好 根本不用去思考 因為 不 所以 就算是 就算是我是為 就算我是為了愛 才這麼做這種行為 也是可以原諒的吧 啊 你要看受惠者 願不願意啊 我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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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覺得我錯了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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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算是這個人 很難以為 我也不負責任